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我的主题是市场细分的思考 这个主题呢 我想了很久 并不是一个产品课 今天的主题更多的是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谈产品的一些认知和经营上的一些思考 需要太多的伙伴呢 对于产品有了解 对于奖金制度有比较清晰的掌握的前提下来共同的探讨这个话题 那么今天的业务主题呢 就是在这个 今天的业务主题就是找这个业务增长点 而业务增长点是每个人都渴望和需要的 可是这个业务增长点怎么找 并不是在每次的我所讲的产品课里头那么简单 所以今天的课呢 是一个数学课 是一个帮大家 带动大家 倡导大家一起来算算自己账的课 那么我们都是来3平台寻求各自的梦想 最简单的一个初步的要求就是健康的觉醒 也有很多伙伴是为了财富的觉醒 也就是说要来赚美金的 美金从哪里来呢 对 这个话题非常简单 美金从哪里来都关心 其实我告诉大家 美金找到三千个我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 三千个我是个什么样的我呢 我是一个3平台的KIM系统的忠粉 忠实的粉丝 那么为什么找到三千的我就可以了 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到可以上六星 六星什么样呢 这样的三千个稳定的我的六星呢 意味着年收入在八十一百万起步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数字起码有点吸引人 我先谈谈我每天的使用这些产品的大概的构成 我每天呢会有两到三包的Eternal的使用 为什么等一下再讲啊 有一代的这个Vitality的使用 有一代半的College的使用 什么叫一代半 就是说我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和吸收问题 每天吃还是一代 但是我不是连续吃十天 我是连续吃十五天 我觉得可能我的年龄啊 我的吸收度啊 可能更多的我不一定吸收得了 但十代呢 吃十天呢我可能还不够 我是根据这个来的 所以吃十五天就约等于相当于一点五代这个意思 那么四例的Revive 早两例晚两例 小瓶上的指导量呢 是早一例晚一例也行 就是一天吃两例 你怎么吃都无所谓 但是我认为呢 我个人的情况需要呢 可能一天两例我不够 那我需要吃四例 再加上身体的情况 这个Perify呢 我每天也是加一倍 就是不是吃一颗 指导量都是最低量 最低量才是最低指导量的概念 是有些东西是没有上限的 这个膳食补充剂嘛 或者说营养品 那我找一颗绿胶囊 晚一颗绿胶囊 黄菊胶囊是早两颗晚两颗 然后Eternal呢 我每天就是跟这个指导量是一样的 就是两颗 有的时候我是早两颗晚两颗这么吃 这个表的中间这一列呢 是每一个产品一带一盒 或者是一个瓶 这个对应的 做一个重构的时候的产生的CV值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很多人 其实有关注 在那个后台 你做预购重构的时候 那上面每一个产品都标着 对应是多少钱 同时表着对应的CV值 那么我这个吃法呢 大家应该看得到我的光标哈 我这个吃法意味着 我每个月产生的 自身的消耗的 消耗产品产生的积分呢 是这么多 这些积分啊 三代 我按这个一代六十分嘛 两到三代是这个分啊 这个 考虑之呢 那就是四十五分 不是三十分 这是这么来的 根据我吃的量啊 最后我每个月产生的积分 那我每个月产生的一共是多少呢 按中间这个值 我认为这里特别说明一点 二百七十五分 并不是中间值的总和 是两代的 Eternal的和下边都是指导量 Eternal我认为 每天一个健康人 作为一个常规保健需要 两代是可以的 但是中年以上的 有一点压健康的 那一代肯定是不够的 我所以说认为 起码多数的人 都是吃两代 我可能有的时候还三代 所以呢 两代也好 三代也好 这样的产生的每个月的值 是这个 按两代的记 以下都是按一份来记 二百七十五分 而这个按同样的两代 以下呢 我有一点增量的话 我每个月产生的三百五十分 这是我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参考 我根据我的情况定的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年纪更大一点呢 或者压健康程度更多一点呢 可能自然有些量还要加 有些呢 不需要加 这个跟自己情况来 我作为一个中间值这么一个 或者说比较忠实的粉丝 不仅是喜欢产品身体 确实有需要的 这个前提下 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Eternal呢 我为什么吃两到三代呢 因为他很多人会问 你为什么吃不吃一代啊 我告诉大家 Eternal呢 是一个百丽乳醇产品 为主的 百丽乳醇为主成分的产品 古旺钢胎啊 CQ10啊 当然都是我非常非常需要的 OK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Eternal的 我关注它 就是说对我的细胞延缓衰老 或者有一些可能会产生衰老和变异的细胞 进行一个修复 更多的我在乎它对心脑血管病方面的一些价值 在肿瘤防治方面的一些价值 我主要是这个 所以我认为一代我是不够的 我至少要两代 有的时候高兴多吃一代 当然有的时候忘 可能就 所以刚才那个数字呢 我是按这个 350按两代来算的 大家一算把这个红字一加成就是350 我并没有按三代180来算 那么Eternal我是这个原因 我来吃 我这里提提我的看法是供大家参考 维他利特因为它是每天必须营养素 我每天吃饭也不一定很硬食 我还有自己的饮食习惯 可能还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烹饪习惯 所以我每天的靠饮食的营养是肯定不够的 那怎么办 我呢只能是每天要补充这种必须营养素 就是靠这个来的靠食物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呢我每天吃一代 这是基础量啊 我认为也差不多够了 那么这个呢 我每天也是吃一代 但是我连续呢可能吃15天 我10天不够啊 这个为什么呢 我不是为了啊 连带的啊 这个衰老慢一点呢 这当然也需要啊 谁谁不喜欢这个容王奋发呢 是吧 可是呢更多的我是在乎这个关节的修复 因为关节和骨骼方面主要的解体组织 都是靠胶原蛋白是这个这个 这个关节和骨骼的解体组织主要成分嘛 那你成 你的主要成分都没有的话 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饮食啊 是吧 那怎么够呢 所以我来吃这个是在于关节方面 当然更在乎的就是 晚一点进入大脑的老化 老年性痴呆啊 退性性变啊 是帕金森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老年性的大脑的问题 是跟胶原蛋白的变性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吃Collagen 不仅是为了皮肤脸蛋的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我为什么增量呢 我主要在乎它 它是一个啊 对慢性炎症的缓解 对于疼痛啊 和慢性炎症的这种修复 这个炎症不是指细菌性炎症 是一般是指无菌性炎症 每个人身体每天有大量的无菌性炎症 在在在爆发 每个点不同而已啊 这个说到炎症呢 刚才忘了提一句啊 Eternal其实我很在乎它的还是 很多时候有 呼吸道传染病啊 其他传染病流行的时候 这个对于有病原体感染的 这种感染性炎症 它的这个抵抗能力 我们都是有第三方检测数据的啊 将近有这个 百分之1200多 1200多 12.5倍嘛 所以说这个不仅是心脑血管病抗肿瘤 我还要考虑它炎症的使用 我更喜欢它 这个刚才呃 补充一句哈 这个炎症呢 是指的是非系的这个病原体侵入性的 自身的炎症 而自身的炎症 更加是肿瘤的高发的一个基础啊 我们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自身炎症 为什么肿瘤高发跟这个是非常有关 不仅是关节褪行芯片的疼痛问题啊 疼痛的问题 无数的会员都受到了收益很好 那我这方面也有这个需要 我几年前就有这个膝盖碰 然后就是一种关节褪行芯片嘛 年轻的时候 这个体育锻炼各方面不注意啊 加上家族的这个遗传性的问题啊 关节远古面没有那么好 那有的是很多时候的关节痛 而吃上这个产品我明显的有感觉 这就好了嘛 但是我觉得可能加一点呢 我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我就加了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特别 那这个呢 那就更简单了 你这个血质高啊 血压的问题啊 肥胖啊 每天的空气污染食物 各方面的问题 有无数的问题需要排掉 或者说叫毒素要排掉 就是什么是毒素 你对身体没有用的 或者是有害的 不仅是外边来的 有一些很多是身体资深 由于贪吃啊 饮食不规律啊 生物中问题啊 等等 自身产生大量的 不该产生的废物 这些废物排不出去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我吃这个绿胶囊呢 我是加一颗的 这样就是大概给大家一个说法 一个建议 那我吃这个呢 我并没有加 实际有的时候我会加 我感觉胃肠道的状态 不够好的时候 这个产品特意提一句啊 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益生菌的添加物 它是益生源的范畴 什么概念 就是说给你肠道里好的细菌提供好的营养 同时阻断坏的细菌 肠道里坏的不好的东西的 维生物的这个联络 它是双重作用 它不是给添加益生菌的概念 而这个作用是很难得的 也是非常有技术高度的 也很难做到 这也就是上面几个产品 为什么吃啊 我吃的原因在哪 我大概的一个交代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吃了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按右边的红色的字来看呢 就是说 OK 就可能产生了一个 350分左右的一个月的消费 而一个月的三 我们先不讨论 这个数字是不是 当然不适合所有人 它适合一些人 OK 那每个人的情况 自己根据情况调整 那还有一个 我们暂时不讨论钱的问题 我可以做一个假设 后边我会交代 这个钱怎么看的问题 消费怎么看的问题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3000个我什么概念 就是前面那个话了 3000个我 一个月产生350分 那一个月就是 这个3000个 我这样消费的人 那产生了105万分 而105万分 这个还完全是做一个 预购重购的 自动的自主消费的一个 费用的产生的分 积分 还没有算 每个月团队 如果有3000个 我这样的 比较积极的忠实的粉丝的话 那每个月还有很多新单 不可能没有新单 对吧 要不然还叫 这个生意怎么做的呢 团队肯定有新单的嘛 这新单还没算 每个月的 每三个月 必然有的大型的活动 产生的新单还没算 这些就已经有 上百万分左右了 而105万分呢 一局就算一个碰局 900分算的话 有些人还只需要 三分之一的分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有900分碰局的话 那么还105万分除以900 就相当于1100多个碰局 少一档的呢 85 2.5万分呢 也起码是900 也是除以900分 也是900出头的碰局 上海下降呢 大概是在这个 接近1000碰局 1000碰局不就是六星吗 对吧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 模拟的计算啊 六星能带来什么 很多人清楚 很多人不太清楚 六星能带来年 这个我这里 打错一个字啊 这应该是 不是月 是年的收入 大概在80到100万 美金啊 年收入 而这个来的 怎么来的呢 刚才很简单呢 碰局 1000个碰局 每个碰局 按35 45块钱 算的话 那就是4.5万 快钱 美金 管理奖 一般来说 在3000人的 有忠实粉丝 3000以上团队的话 管理奖 一般跟碰局奖 差不多 或者略少 大概是0.75 到一个碰局的份 所以说管理奖 可能是这么个数 就等于4.5 乘以这个0.75 或者乘以1嘛 就是3.375 所以这两个 红色的字 加起来 已经是7.875 就7.9 约等于8万美金吧 这8万美金 一个月8万一年 不就100万吗 我们就算大数 这毛孤孤就好了 这里还没算 股东喷红2% 还没算领导奖金 有4000 4星以上 就开始有 铃铛点金了 所以说 这些 每个月8万 妥妥的 那年收入 100万 不就是妥妥的吗 这个账 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都是 模拟的一个计算 好了 那如何 有人说 哎呦天呐 谁像你那么吃啊 对啊 每个人不像我这样吃啊 有些人比我吃的还多 也有些人比我吃的还少 那如何建立一个 团队 有个3000以上 忠实粉丝的团队 并不代表着 只有3000人 3000人 个个都是忠实粉丝 不可能的 对吧 大概可能更大的一个团队 才能有 比较少部分 或者中部分 是忠实粉丝 那如何建立呢 对啊 这是个最大最大的话题 其实非常不复杂 提高存量客户池的质量 什么叫存量客户 就是你现有的客户 已经签单的客户 其实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 有太多的伙伴签了人 签完了也就签完了 一单也就一单了 没有后续了 这个就是存量客户的流失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产品没有认识 给个面子 签完了 产品甚至没吃 几个月过去了 还原缝不动的 或者是吃了一点点 好了我知道 代理乳酸别的 你也没说清楚 我也没不不听 总之呢 消耗量也很少 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叫质量的流失 或者说存量客户的不够好 如何让已经签单的客户 更好的认识到产品的价值 而且更持续的 全面的对产品的使用 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那么一方面 我们世界有限 并不展开每个话题 提高存量客户 再有就是提高增量客户值的数量 说的通俗点 就是签更多的单 有更多的客户 才就是增量了 客户增量客户值 数量增加 就是增加性客户的意思 非常简单 那么具体目标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说 全力的更多的推荐人 推荐新的直推会员 同时要把直推会员的后续工作做得好 其实我们前一段 有领导人就讲 如何启动你的业务 这里头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于已经签单的会员的跟进问题 产品的使用体会怎么样 有没有全面使用 根据对方的情况 大概给予一个怎样的使用 建议 这个量 具体的内容 原因 让对方接受 这是需要功夫的 也需要耐心 也需要你的学习的积累 所以精准掌握公司的产品信息 非常重要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公司的产品信息 为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个客户的后台 都有这一个板块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个板块里有每一个产品的 使用说明 使用图片 最漂亮的 最新的数据 都看得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 客户都有这一块 而这一块是最准确的 我们尽量减少自己制作图片 转来转去 因为什么 有些人转的 他制作的不够严谨 公司的图片是最严谨 最准确的 那这个图片的使用 才是最正确的 很多时候 自己转的东西 甚至转来转去 别人增加的一些字 不见得经济体推敲 那么会出现一些尴尬 所以我建议 大家更多的关注 公司的产品 而不是简单的转信息而已 还有就是说 需要不断的普及 这个话题呢 也不展开了 生老病死 是人的四个阶段 生没人 生求你意见 就把你生出来了 死呢 你想有意见 也没有用 也没人听 那么我们的产品的 真正的定位的作用点 更多的是在老 这个字上 是吧 生病的时候 也可以 我们的产品 有些很多的价值 但 必须要给明确的说法是 医生 药物治疗 还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点 我就不展开讲 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 不可以夸大 要准确 真实的 把更全面的信息 带给我们的客户 他是 那些客户是信任我们的人 给了我们充分支持的人 我们有义务 给非常完整的信息给对方 所以有些人说 我保养上一毛不拔 我就是活得很好 正是那句话 你在保养上一毛不拔 五到十年之后 医院或者医生 可以拔的你一毛不胜 这个话谁说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觉得挺有意思 也挺对 宁未平13年8月份患直肠癌 宁未平是其胜 他缺 治疗的资源 医疗资源 缺治疗的资金 缺治疗的手段 啥都不缺 但是18年患癌了之后 要手术 要这样那样 后来据说他现在 再也不下围棋了 太可惜了 现前的生活就是打牌 喝酒 喝酒打牌 当然我们并不赞同喝酒 这个乔布斯 大家都知道他 很多人用苹果手机 乔布斯03年10月份 发现这个 胰脏上有个肿瘤 没有直接的进行治疗 大概拖了有将近10个月 8个月 10个8个月 过去之后呢 他发现不行了 还得进行正常的治疗 和正常的膳食补充剂的悲鱼 可是 我说一句 苹果 iPhone iPhone的这个 iPhone16 马上要上市了 9月份就要上市了 iPhone4 iPhone1 到16 我 16之前 我都用过 等着16上市 我再换个16 我想说的是 iPhone4 iPhone4的上市的第二天 乔布斯去死了 乔布斯走了 他更不差钱吧 更不差最顶尖的医疗资源吧 所以说这些个过程 真真正正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非常严肃认真的 对待这个问题 美国呢 80年代起 这个营养疗法 已经作为慢性病的一个中绩解决方案 这里提两句技术性的问题 加拿大呢是2000年也很认真的 当定为国策了 一线治疗的一个国策 我们国家呢 由于经济的问题 钱的问题 人的平均能够得到的资源的问题 这个膳食补充剂也好啊 营养状态检查啊 营养状态治疗啊 一直是没有一个好的地位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我就不展开枪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所以 国际上的准确的数字是什么呢 是在好的膳食补充剂的有效的使用的前提下 可以把医疗费用降低21.6% 那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以上 所以说用好的膳食补充剂不是一个费钱 它是一个省钱的概念 可以把医疗费用都省了 那么难道还不是好事吗 对吧 医疗费用20%肯定比膳食补充剂要贵的多的多 这个账我就不展开说 还好呢 麦肯西在23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呢 中国大陆这一块呢 这里有一个调查 与12个月以前比我现在更加重视健康了 同意这个观点的人已经上升到36% 还36%啊 也还是蛮不够高 如果我总体上花的钱少了 我会选择在健康保健产品和服务上 花费更多和相同的数额 这个认知也不错 也就是74% 所以说比全球已经有所发达国家来比 跟全球发达国家比还是高一些的 这是好事 对吧 回到原来的话题 前面我们说了 到底这个3000个忠实的粉丝的这个团队怎么培养呢 我说的是团队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团队不等于人凑到一起就是 那是团伙 很多时候由团伙变成团队 要有实质性的区别和改变的 那么培养 其实第二个就是说 前面说到了产品的问题 说到了产品信息的准确的问题 传递的问题 产品使用的自我感受问题 产品的费用问题都谈到了 那么下一步就要说说 直接的跟经营管理相关的 就是说管理奖的地位 我们有六个管理奖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并不是来谈管理奖的 是吧 但是不是谈奖金制度的 可是管理奖我特别指出来 为什么 就是说你直推的比较多 而且不仅是多 要质量好 还要带得动 这是才有效果的 不然是没有效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数字图表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没有时间 我借用这种图表 只是想说明一些简单的问题 我们看黄色的第一行 假设你直推一共几年 两三年下来有40个人 假设我只是一个假设 40个人 只有20%做商议的运作 也就是说其他人可能是流失了 或者说只是产品使用者 而经营者只有20% 当然你20%的比例保证不了 那你就把40个人提高的数字 更提高一点 如果20%的数字还能提高 那就更好了 无论这两个数都提高才好 但是我设一个中等偏下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 40个直推人 有20%的这个存活经营存活率 那只有8个人 8个人呢 这是左边这一列是人的问题 中间这一列是钱 一个碰局30块钱 作为我们的直推第一代 那他有一个碰局的话 我们有10块05毛 那8个人呢 只有84块钱 这钱很少 没什么意思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们看看第二行 这8个人也推40个人 也能有各种团队的管理 带动会议 培训等等 也能保证20%的存活率 经营存活率的话 那就有64个人了 所以同样的这个钱 中间这一行都是很简单的数字 大家知道剪辑制度就都看得懂 我就不展开 最后的第二级就已经成了300多块钱 OK 第四级 我们以此类推就只算四级 四级就已经成了4000人出头 而且这指的是第四级本级 如果把他们都加起来就笨 简单算算 也就笨4500多人了吧 甚至4600700人了 OK 也可以矛算说5000来人了 OK 第四级的每一个人 只有一个碰局的话 你的管理奖金到第四级 已经拿了7000块钱 这个右边这个数字是第四级7000 把前面几级都加起来的话 就上万了 所以别小看一个碰局 也别小看人 小看的什么都不对 可是这里如何有40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那是我们去谈单的问题 谈单如何成功 如何暖身 如何做谈单的各种动作 还要有20%的生意存活率 你要带得好带得了 带得下去 右边的数字就有意思了 所以这个核心的 不是数字怎么算 这个数字的加减乘 连除法都没有 非常简单 小学二年级水平 三年级水平就够了 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两块 一块就是说 这张图的启示是什么 一块就是左边的 黄色的是指的人 到第四级已经分5000来人 刚才说的是 有3000个好的 这个忠实的使用者 就已经有那么多碰局 那这里边有四级一 只推二四十个是不多的 有太多的人都推上百个 可是为什么业务没有起来呢 是20%的经营存活率没有得到 我们不用上百个 我们这个系统的创办人 领袖 Kim女士曾经说过 她那么多年 那么成功 她在前平台推荐的人 也不到一百个人 直推哦 可是最后跟她真正 做的 做的长远的 真正的自己的核心团队 也就是十个人都不到 所以 这个如何去真正的复制下去 产生相应的数字 是你个人的努力 但是产生相应的存活率 这就是那句话 一个人 怎么走 一个团队走得更长远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但是一个团队走得更广 更远 不仅是钱的概念 人数的概念 合理性的概念 这里边就是这么多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看到什么 每个人见仁见智 在这个前提下 那么 终上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有产品的问题 有经营的问题 有思考 有种种 还是说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条 就是说 做代言人 带什么眼 带产品的眼了 带产品的眼就完了吗 要带平台的眼 所以说产品的代言人 要会用全体用产品 当然你的身体有需要 你身体说我完全不需要 作为一个中年以上青年后期的中年以上的人 说完全产品没有需要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存在 所以 我们的六款产品都是全面的 让你全体使用是有必要的 对于一个 一个中年的 有一点点压健康 全面产品都要使用了 甚至有比较更多的明显的压健康的话 甚至有慢性病的话 那就不是全面产品使用那么简单了 要加量了 有的组合要增加了 所以要会用 这样呢 你还得会讲 你不仅说自己用 自己用的这个不是生意 是吧 只是个消费者 我们来 很多人是来寻求自己的梦想的 梦想 首先要有钱 有健康的觉醒 还有财富觉醒 最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你要会讲 可是有些人说我不会讲 我讲不了 你不会讲也行 你会接力也行 系统是可以给你很多的很多的接力的 如果讲也不会接力 我也不接 那对不起 那这个事是做不大的 钱也不可能赚的 所以有些人说OK 好了 这我现在都能做 好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进入系统学习了 无论是系统平台的 更多的就是说 team创办的这个系统 每天每周都有多少线上课 中文课多少 英文课多少 还有各大团队长 各自的中系统里面 大系统有全球的课 还有线下课 中系统里面各团队长 各自的都有自己的系统 都有学习各种 信息啊 传递啊 技术问题啊 奖金制度问题啊 最新的活动啊 最新的套餐啊 都有什么价值啊 怎么拿旅游啊 为什么拿旅游啊 等等等等 不仅是为了玩 对吧 所以说进入系统 有很多很多的事 说的通俗点 就是说想拿十万美金 在美国年收入十万美金 很多读到博士 都不一定有这个收入 我指的是打工的部分 更别说想拿百万美金了 所以博士要花多少精力啊 我们用用产品 了解了解信息 参加参加学习 就能有挣百万美金的资格 和可能性 这个不要讲太简单吧 所以大家别认为学习多难啊 三千个中师粉丝组建团队多难呢 其实对于那么事 那么个结果比 这个真的要不要太简单 而且学习大家都知道 是个最没有风险的投资 学习有什么风险 加点时间嘛 很多人说我听不进去啊 我记不住啊 不是那么说的 想一想自己的成就 之后的状态 想一想自己的梦想 通过这个就能实现的话 我觉得要说学习还很难 我也记不住 也听不下去 那好了 那就别做这个声音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学习力 或者说改变自己 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 才是真正的保持青春 不衰老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以带领伙伴呢 不仅自己学习 就是第三点 就是带领伙伴要进入系统 自己学到了 不是学成了再带 是我们学感觉到需要 同时就开展业务 开展业务就有伙伴进来 有伙伴进来 有人是要钱的 有人是要健康的 有人是要梦想的 也有人要更大的追求的 我们干嘛 我们不一定每个人 都是要多大的梦想 更大的追求 但是我们尽量把一个 有那样的伙伴 我们去发现 有更大追求的伙伴 我们去发现他 并给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和掌握更全面信息的机会 我们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就够了 不见得都是手把手交 你也不见得什么都会 也不见得你永远做的那么好 可是我们给更多的 自己能掌握的全面的东西 给到我们的信任 我们的伙伴就够了 就能够使大家有不断的增长 而且这个团队有更多的核心的 比较有领导力的人出来 他会有更大的发展 他更大的发展的同时 团队也就大了 我们的系统就大了 我们的盘子就越来越混合 就这么简单 所以带领伙伴进入系统 也是前面说那20%的 这个经营存活率的 更提高这个20% 也是这个唯一的途径 为什么有人推的并不多 但是团队做的很大 为什么有人推到100多人 几年下来之后 有的人更多 可是几年下来之后 没有一个像样的经营者 我们是这个生意 最要反思这个问题的 所以中上所述 我的忠告就是 有无数的人已经成功了 他们已经获得了方法 获得了结论性的东西 我们去学习那些就够了 所以不走弯路就是最大的捷径 没有什么接近 永远上天不会给投机取巧的一些人的一种机会了 不走弯路真的真的就是最大的接近 还有一个忠告呢 就是我认可的就是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呢 其实早期 我们学过KIM领导的 KIM领袖讲的那堂课 从不同的期 我们现在是刚刚的开 有点进入爆发期了 也是事业的平台的很早期 很早期 这个早期你收获不大 或者转的不多 不奇怪 可是你只能看眼前 那跟很多转头就崩掉 倒掉的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想赚大钱 还不想长远的规划和努力 那就上 还不如进赌场好了 我开一句玩笑啊 我们并不鼓励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延迟满足 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吗 不大你有个中目标吗 你哪怕有个小目标 把目标规划清楚 所以这个满足 是跟着自己的目标 和人生思考 和人生规划来的 最后呢 说一句 就是说 这个长期主义啊 做时间的朋友 把心态调整好 技术问题 永远是可以学的 可以教的 但是心态的问题 即使是更好的帮助大家 走上正轨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系统是爱 感恩和奉献 真正有更好的 能够 掌握这个系统的文化 在感恩和爱的前提下 迅速端正 长久的对客户 对团队 对系统 对平台 有这个奉献 自然 我们自己就有了非常美好的明天 再次感谢系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汇报和交流 我最近的一些心得体会 非常感谢系统的创办人 金慧女士和各个大的团队长 对我的鼓励和认可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有机会 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